那么我们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 末法时期没有证过的 可是佛法有个特别法门 不在八万四千法门之内的 有特别法门 这个特别法门就是净土 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法门往生就是正宫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法门里头有正法 净土的道理你懂得 方法你知道了 你能真正发心 幸运痴迷 这就是末法 尽宗的末法 念佛念到功夫成品 你就是正法 你就是正法 那为什么 你必定往生 那往生就是正宫 所以在今天 所以在今天 静宗里头有 信 结 心 正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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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宗道场 就是正法道场 这一点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尽宗的成就 最难 也是难再放下 不能往生 不能往生 情直 没断 情直是于他 怀疑 恋恨 没断 恋恨属于 撑 怀疑 没断 怀疑属于 吃 贪嗔 吃 这三个烦恋 没有断 情 他会障碍 你念佛 不能往生 去真正念佛 求往生的人 必须把这三种事情 要淡薄 越淡越好 往生的时候 他不会障碍 你彻底放下了 这个佛法当中常说 情修戒定会 熄灭 坦诚痴 用戒来对付我们的坦 用定 来对付我们的 共共我们 成会的烦恼 要用定来对付他 用会来破 疑惑 叫 勤修戒定会 那么戒定会在哪里 这一部经里头 居足了戒定会 这一部经就够了 这一部经要通 要打 通是没有障碍 打是真正明了 所以一门深入 有道理啊 我每天念这一部经 每一天念十遍 每一天念二十遍 念到能背诵的时候 就不需要敬拜 一天 也要念个二三十遍 越多越好 不念经的时候 就念佛 不要让时间空过了 分描必正 念个三年五载 你决定的神 三年五载说 功夫成就了 功夫成就了 想去 马上就吃得了 还有寿命 不要了 不愿意在世间 再受罪了 尤其是老年人 现在儿孙不孝 在全世界 养老院里面的老人自杀 实有所闻 这不足以见怪 为什么呢 他对这个人生命 奢望了 后者有什么意思 身不如死 他才会动自杀的念头 这个念头是错误的 自杀不能解除问题 自杀带来的麻烦更大 他不知道啊 应当念佛了 别的法门要断烦恼 我们断不了烦恼 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 待业往生 我们可以带着烦恼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我们做得到啊 不待业我们做不到 待业才能做到 遇到这个法门 真正是 百千万劫难遭遇 不能错过 这个世界这么好 阿弥陀佛 没有望雨 释迦牟尼佛 没有望雨 历代祖师大的 也不会欺骗我们 那我们一定要肯定 真实不虚 死心塌地 也就在这一门上 那我这一生决定要成就 这就对了